來 請開箱 下一個重點 我們介紹的是利用乘法公式去做音式分解的動作 好 那之前我們介紹的是什麼東西 還記不記得 快速幫你複習一下 之前 方法一是不是叫做提供音式 就是有一樣就提出來 對不對 然後方法二是什麼 分組 那今天介紹的是什麼 利用乘法公式做音式分解的動作 好 那乘法公式的話有這三個 記一下喔 提供錄看到左邊的話呢 就請你講到右邊 就是 你看到了A0-B0-B0 就講到它是A加B乘以A-B 這個跟我上面的章節有沒有 講的方式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方向是相反的 之前是教你什麼東西 之前教你是A加B乘以A-B 會等於這個 會等於A0-B0-B0-B 這個是1 這個是5 就是你看到左邊這個東西 就想到右邊 現在反過來也是一樣 看到左邊的A0-B0-B0-B0 就請你想到右邊的那個 A加B乘以A-B 好 以此再去這個也是一樣 如果你看到的題目裡面有出現 A0加2Ab加B0-B0-B 就請你想到它就是A加B0-B0-B 所以看到左邊想到右邊 看到左邊想到右邊 這樣問題 所以公司我那時候很記憶的 我說低檔特封科 我就跟你講 拜託你要背 你看7月份第一次上課的時候 我講的時候 我就給你對不對 現在8月份第一次上課 還在講這個東西 所以它超級重要的 分析下來 OK 可以了 好 可以的話 看一下那個 範例17 範例17 我看題目 題目說請問你 下面四個答案裡面 哪一些是 9x24-4的音式 好 那當然你應該怎麼做 你知道嗎 你有兩個方法 方法一是把它做音式分解 好 那我看一下 這個很明顯的 9x24相當於什麼平方 減到什麼平方 來 9x24得什麼 3x2 對不對 因為3的平方就是9 x24就是x24 對不對 4呢是多少二次方 2 所以看到什麼東西 這個 是不是很像是A0-B0-B0 那它等什麼 A加B乘以A-B 所以等於A加B A就是3的X B就是2 好 乘算A-B 3的X-2 所以公式呢有這兩個 所以答案呢有 這個 跟這個 會啦 雖然選CD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這個題外話 請問你 9x24-4 算不算它的音式 算不算 也是嘛 對不對 它也是喔 也是音式 為什麼 比如說我問你 8的 8是不是8的音式 是啊 因為8不但是8的音式 8也是8的倍式嘛 對不對 欸 不講錯了 不是音式啦 音速 這樣比較正確一點 8是8的音速嘛 自己是自己的音速嘛 對不對 所以當然9x24解釋 也是9x24解釋的音式 這樣子 可以啦齁 好 這個禮拜請上去